原来真的是你 那通电话是你故意拨出去的对吧 不是美乐因为那场车祸而造成什么遗憾 你的良心还允许跟我在一起吗 你去跟杂志社爆料你列个美乐在一起的事情 我还可以帮你找借口 可是现在我真的过不去了 她不是那个啊 她是我的助理 有什么问题吗 昨天在会议室你说的话我没有一句听得懂 你不用懂啊 我是你的助理我怎么可以不懂 小心 你们怎么样 CD给我 一定是根本掉在那里了 我现在立刻回去下载 你会不会太天真了 要是要有些人捡到张CD传到网络上 这CD还怎么卖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 盈利还怎么在行业里一足 你应该知道 盈利跟美乐已经在一起 可是他们并不适合 我想只要你不用努力 一定会有机会的 每周日晚间十点 中视频道美乐加油